继续接着来缝 缝的时候尽量缝细一点啊 不要缝太粗 缝过来 这个就是不条线的接线啊 你们如果在编织的过程中 碰到有接头啊 需要接线的都可以按照这种方法 好 拉过来 好 缝到这个角这边 再把这一针缝回去 缝到另一面 再把另一面翻过来 把线头压在上面 绕个两圈下来 然后再去把它拉紧 再拿剪刀过来 把这个线头 剪掉 这边还有一个线头 长一点 把它修掉 好 弄完之后呢 我们没有结束哦 把这个多出来的 这个三角的部分 再拿剪刀来修掉 我们这个换线 就是在你加完总帧数之后 要开始丢针啊 长度够了的情况下 然后这边就是接线 把这个边角的地方 多出来的地方 也去把它修掉 好 再把它卷到 拉开了之后 正面是这样 这是反面 把它卷到里面去 那么等会缝的 织的时候呢 就直接织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 接出来的话 没有线头啊 不会有 就是接头呀什么的 就是这样比较平整 那么下面来编织 哈哈哈 好